发午餐脚费单了耶 一餐只要五十块也太便宜了吧 哼 便宜美好货 那我难吃难怪只要五十块 呜呜 我里面花点钱去吃好吃的 回到家后 大饼遇到在家做客的小天使和屁体之神 他开始抱怨营养午餐 哼 一个午餐也好多不好吃的菜 我只想吃汉堡 炸鸡 薯条 可是这样的话你之后会便秘哦 那你 留去鸟午餐不要我才吃啊 我不信 吃东西和辣食有什么关系 可是大饼还是继续吃垃圾食物 了了了 我真的忍不出来了 真后悔没有听小天使和屁屁之神的话 现在主角才后悔 当时没有听屁屁之神和小天使的话 便秘真难受 我以后会注意要多吃营养的猪菜 而且仔细想想 营养午餐其实没有那么难吃 还有很多优点 我以后会尽量多吃了 耶 现在我终于可以舒畅 放松又顺畅的拉屎了 营养午餐便宜分量大 最重要的是营养均衡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不要排斥营养午餐 不然会像大饼一样便秘哦 营养午餐公司有经过挑选 对营养有保障 而且如果同学不喜欢 还可以跟老师反应 改进出更好的营养午餐 午餐公司会带给大家最好的营养午餐 所以可以去掉对营养午餐很难吃的偏见 重新接受营养午餐